黄海某海域 侦查小组对前沿阵地实施侦查 一场合成营暗滩技战术演练正在进行 各类目标信息通过信息化指挥平台 被下发至担负主攻任务的 王杰班官兵手中 在上级火力支援下 部战车迅速通过障碍区 载员下车对敌火力点实施压制 和部战车交替掩护成功占领敌阵地 行动精确到秒 射击精确到点 指挥控制到单车 高效作战行动的背后 是侦查 破障等要素的密切配合 让我们在作战中火力全开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这次演练成功取得预期效果 正是这个合成营转型发展 五年来最好的成果展示 2017年 合成三营 从单一兵种向合成作战单元转型 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打法战法更是全面升级 王杰班班长黄龙 入伍那年正赶上改革 见证了合成三营这五年 经历的脱胎换骨的蜕变 几十个专业 数十种武器装备 近百个不同岗位 我们打破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 不断磨合 钻纸成全 充分发挥每一个作战单元的 战场最大作战效能 从吉纳专业小合成 到人陆体系大合成 合成部队已成为陆军主要作战力量 重型 轻型 空通 山地 两栖等多类合成营 模块化嵌入陆军作战体系 第78集团军牟履合成一营的官兵 对于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 作为第一支成舰制成系统 完成转型的新型合成营 他们对陆军轻型高机动部兵营 架构怎么搭 人员怎么编 武器怎么配 模块怎么组 等作战力量结构编程问题 进行大胆探索实践 完成了各兵种的大联合 如今他们连续五年与空军陆航部队 组织空地火力协同演练 不同军兵种共用一张图 同下一盘旗 实现了从合同向联合的跨越性转变 改革绝不仅是装备的提升 更是结构重塑 力量融合 能力契合的过程 如今我们正加速提升 新型合成部队的作战效能 使部队在不同战略方向 不同战场环境 不同作战地域 遂行任务能力不断提升 眺望沙场 合成化改变了陆军作战样式 也在重塑新一代陆军官兵 在和平使命2021 商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 参演的第80集团军谋旅 合成一营 充分发挥自身模块化 多能化的作战编程优势 将兵力编组成若干 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小集群 在航空 特战 侦察等 多种力量下协同推进 释放出体系支撑下的 强大作战效能 体系作战 呼唤体系练兵 经过近几年的持续探索研练 尤其是走出国门 参加这次多国部队连演 使合成营行神不断偶合荣聚 逐步合成一体 战术战法也更加多样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推动了陆军部队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能力大幅提升 千军万马向河而行 千变万化向战而生 近年来 合成部队官兵 不断在陌生地域 设置复杂多变的战场特情 吸走戈壁 封杀环境 检验装备极限效能 东探密林 租建情报链路一张网 合成的路子越走越宽 合成的拳头越钻越紧 新型陆军在体系合成的态势下 不断书写人民陆军新篇章 转型是全面系统的 需要我们思想观念 作战理念 组军方式 等方面共同转变 强化联合指挥训练 互为条件训练 性质作战力量融入训练 最终实现合成战斗力 加法向惩罚的转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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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